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期视频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呢 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公司的一些内容 一是我们知道去开设一个美国公司有哪些好处 二是比如说美国有这么多的州 你应该如何选择一个性价比最高的这个州来去注册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每个州不同 它的税也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是如何在美国开设一家公司的 那希望我今天这期视频对你所帮助跟启发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说的 在美国开设公司有什么好处 基本上呢我在这里是罗列了 简单的罗列了十点 其实这十点呢我想对我们一些跨境买家来讲 明显的一个就是信誉的提升 还有就是税务方面的优势 还有包括像简化支付流程 还有是全球经营 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 我说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信誉的提升 其实很多的时候 比如说你是经营独立站 其实尤其是以欧美为主 比如说你的客户是美国的加拿大的 你尤其要考虑去开设一个美国公司 来帮你去提升一个网站的信任度 主要的客户群体就是美国跟加拿大 那你肯定是要考虑去使用一个美国的公司 来去经营你的这个独立站 不能说使用一个国内的公司来经营 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包括你也可以在你的网站首页去放置你这个美国公司的注册信息地址 其实也是可以提升信任的 那包括还有就是我们最常说的简化支付流程 因为只一般来讲 如果你有美国公司有EIN税号 和如果你还能有ITIN个人税号的话 基本上你还可以去申请一些就比如说信用卡收款公司 就不仅限于strip了 有非常多的选择 非常明显的两个优势 那还有就是全球经营啊 那其他的一些可能就是像市场转入和扩张 那比如说有些卖家他去注册美国公司 就是想要去注册美国的亚马逊 沃尔玛啊 就是其他的一些跨境电商平台 因为他是有一些要求的 你想去注册他是有要求 比如说你必须要使用美国公司来注册申请 他是这样子的 那除此以外 我们知道在美国有非常多的州 有这些州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就比如说像美国有这么多的州 我应该选择在哪一个州创立我的美国公司呢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们知道右边的这个图当中 我给大家圈出来的三个地点 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这个内华达州 还有第二个是怀俄明州 还有一个是特拉华州 可以这么说 这三个州是最常选择注册的三个州 你可以这么理解 那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特拉华州 特拉华州这个州呢 也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州 它这个州为什么这么多大型的公司选择在特拉华州去注册 主要是因为它有非常友好的法律环境和高度发达的公司法体系 那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公司 像可可可乐 像记忆 沃尔玛 包括Google的母公司 苹果 他们公司的注册地点都是在特拉华州 是的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很多大公司都会选择在特拉华州去注册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内华达州 这个内华达州呢 比较有名其实是因为它比较低的税收和比较少的商业规定而受欢迎 对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税率也比较低 税收比较低 还有一个注册最多的就是这个怀俄明 这个怀俄明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尤其是以LLC公司为例的这个怀俄明州 最受欢迎的主要是因为这个州 它这个州是没有州级商业收入税的 就是你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收入是不需要向这个州去缴纳你这个收入税的 那对于你对于公司来讲 其实你就是少了一笔税收 那肯定是比较划算的 就是这三个州为什么是最常选择注册的原因 就是说 一是第一除了这个特拉华州 另外两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税收方面的优势 那还有第四个当中我在 第四个就是对于在这个 德克萨斯州 这个德州呢也是因为没有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并且呢有一些特定类型的企业 它是可以享受其他的税收减免和优惠的 德州选择注册的也是很多的 还有一个弗洛里达州 弗洛里达州呢它也是没有个人所得税 包括它的这个企业所得税也比较低 有一定的税收优惠和减免 但是弗洛里达州一般来讲 它可能是比较主要面向上旅游房产退休社区 这些行业注册的会比较多一点 还有一个还下面的是加州和纽约州 其实加州跟纽约州我是不是很推荐你去注册的 为什么加州的种类是很多 然后税率其实也不低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除非一种情况下就是你必须要在加州注册 比如说你有一些像比如说你是一个什么 比如说你的行业是属于科技媒体娱乐这种行业 那基本上加州就是有一个价值的选项在那边 除此以外比如说你是做跨境的 我是不建议去做选择加州作为你这个公司注册点 它这个州的税很多 除此以外我记得它还有一个最低税 就是这个税是非常多的你要考虑 你要考虑好 因为后期你这个公司不可能注册一天 明天后就不用了 这是不可能的 那你至少比如说今年注册完之后 明年你要考虑你要报税呀 各种各样的这些工作也是需要做的 那你肯定是需要去考虑它这个税收问题的 下面一个就是这个纽约州 那这个纽约州呢 这个税纽约州的这个税也是比较高的 那为什么这个州也会榜上有名 就是比较多的卖家会去选择呢 是因为就是它这个州呢 主要还是一些跟这个行业有关 比如说你是金融广告 艺术和媒体这种行业呢 纽约是一个主要的全球中心 就是一般来讲这些行业 它都会选择把纽约州 作为这个公司的注册地 就很多的时候像加州跟纽约州 主要还是因为行业的选择 就是你会发现 你的这个行业好像大家注册的这个地 注册地都是加州跟纽约州 那么你一般也会去这样选择 但是如果你是像做跨境的买家 我是不太建议选择加州跟纽约州 税率有点高 不是很合适 那像新德西州 它这个州呢 其实在税率方面不是最优的 那为什么也会榜上有名呢 主要是因为它对一些高科技企业 它是有一些税收上面的补贴 就是有各种一些补贴福利在里面的 所以有一些有有一些这种高科技的公司 它会选择去这个新德西州去注册公司 主要其实还是有对部分企业 它是有一些些红利在里面的 那比如说其他的普通企业 你可能是享受不到的 那所以说我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了一下 那如果你是个人卖家 或者说是就是小卖家这种的 我觉得怀俄明州的AOLC公司是最划算的 你可以去考虑这个怀俄明州 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 那其他的一些州 比如说像加州跟纽约州 我肯定是不推荐去选择的 那除非你说我真的是行业需求 那没办法 因为这个税还是比较高的 那下面呢 就是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比如说 你想去注册一家美国公司 需要去准备什么 一般来讲呢 你要去准备 就是你这个注册公司法人的一些基本信息 比如说姓名 然后邮箱一些基本信息 然后还有就是用于支付的一个国际信用卡 你需要去支付你注册这个美国公司的费用 然后他这个注册公司需要多长时间呢 是这样的 一般来讲 他这个公司的注册文件是两到三天 然后他这个EIN 其实就是公司的税号 注册时间一般是14天 然后呢 还有一个这个美国公司商业账户 这个商业账户呢 是这样子的 一般商业账户跟这个美国公司的注册 这两个是分开的 然后他这个商业账户注册呢 也是不需要EIN的 就说白了 你只要是你把这个公司注册下来之后 你就可以去申请他这个商业账户 那一会儿我会在视频当中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他这个商业账户的申请是不需要EIN税号的 并且他这个商业账户还是有一些特点在里面 我在视频的后面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那今天这期视频当中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注册美国公司的这家呢 叫First Base 这家也是我们自己去注册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特点 首先呢他这个价格是399美金 但是如果你使用视频下方的优惠链接和优惠码呢 它是直接有10%的折扣的 所以最后的支付的费用是399美金减去39.9美金 是这样子的 那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要知道他这个注册呢 一是包含你公司的注册 二是还有一个EIN的这个注册在里面的 当然你这个注册的地点 你后面自己要在这个自己去加 这个是你可以按照 你可以租赁一个月的地点 或者说是两个月 你可以随时取消 这个是包含这些在里面的 然后包括还有技术支持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 还有就是一个business账号 公司账号 它是这些在里面的 然后除此以外呢 你要知道可能有时候你会看到 有一些公司的注册 告诉你他的价格可能只有100多美金 那是你可以肯定的一点 就是他这个EIN税号 肯定是不包含在里面的 因为EIN的税号的申请 一般来讲也要将近 一般来讲都至少要200美金 所以说如果有一些特别便宜的价格的话 你就要就是要了解一下 它是只注册公司 不包含EIN 那就可以理解 一般来讲注册公司 包含EIN的价格是不会这么便宜的 然后还有就是对于州的一个选择 也是有一些些区别 那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如何去注册这个美国公司 它的一些流程是怎么样的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它这个公司类型 有LLC和这个C Corporation 那其实首选是LLC 在这里你就直接使用它默认的就好 然后在这里你会看到 它给你准备的 就是最受欢迎的两个州 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 特拉华和淮俄明 当然在下面的这个Other Option里面 就是还有其他的州 你也可以去选 但是我始终还是推荐淮俄明 这个是淮俄明州的LLC公司 绝对是就是最适合个人买家的 就是成本最低的一种美国公司 注册美国公司的一种方式 当然如果你说你要其他的这个公司类型 你直接点击下面的这个其他选项里面 自己去选择 那我现在就直接选择这个淮俄明 然后我直接点击下一步 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你要给你的公司起一个名字 然后给公司起名字呢 你会看到这个公司名字的下面 它有一些tips 就比如说有一些 你有一些字 你不能带 你不能有那些字 比如说像bank school 包括还有些电脑 这些字是不能有的 然后要注意拼写 然后你这个不要忘了 你这个名字不能以A或者N开头 这个就是一些注意事项 给你的公司起名字 然后包括你公司是属于 什么类型呢 是做市场营销的 e-commerce类型的 还是做咨询 投资 B2C之类的 你根据你自己选择 比如说你就是做e-commerce类型的 那你就选择e-commerce 就可以了 然后你直接点击下一步 这个其实就是为你的公司起一个名字 因为当你把你这个公司名字输入进去的时候 其实它系统下面也会提示 就是你这个重不重名 可不可以去使用这个名字 然后到这里呢 其实你就可以直接看一下你的订单 然后直接就可以确认付款了 然后如果你是第一次注册使用的话 它也会要求你就是 你也可以提供你的姓名 然后直接去注册一个账户 它这个里边就是在你支付的时候 就直接注册了一个新的账户 你后期可以登录到这个账户去查看 而这里边还需要你去选择一个支付的币种 我直接选择美金 然后这个到这个步骤 其实就是说你就已经直接就是来进行支付 到这个支付页面了 就是你到达这个支付页面 到支付页面之后呢 在这里有个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需要把那个优惠码 加在左边这个方框里边 我会把优惠码放在视频的下方 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优惠码过期了 你可以给我留言 我会给你更新 因为它这个优惠码有时候会过期 然后它这个是直接会有10%的这个折扣 然后你最后需要支付的这个价格 就是359美金 这个是包含EIN税号的价格 然后我直接就付款就可以了 直接到了这个first base的这个后台了 因为你支付完之后 直接就登录你的后台 这里边它会问你 就是你是从哪里了解到这家公司 你可以选择回答 也可以选择不回答 我到我现在就直接选择不回答 这个时候呢 你的邮箱里应该也会收到 就是你下的这个订单 然后这里边还会告诉你一个提醒你 就是因为就是为了 因为你要去申请这个 EIN税号 所以你需要在你账户里面 去把一些你的基本信息去完善好 这样子才可以 他们才可以更快的去帮你 把这个税号申请下来 这个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白了 你把你现在支付完了 但是你没有提供信息 你必须要确保你在后台 已经把你的个人信息提供好了 然后接下来你就 你就等待他帮你把其他这些所有的事情办好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回到就是刚刚的这个页面 然后我这边就是他的这个调查 我直接选择Others 我就直接跳过 我现在到达这个后台页面里去 到达后台之后呢 它是这样子 它会让你去确认一下你的email地址 然后这个橙色的按钮 你直接立刻确认 点击这个橙色的按钮 立刻确认你的这个邮箱地址就可以了 然后你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 它左边呢 就是一些基本的内容 然后它这边有12345行 然后我现在先去确认一下邮箱 然后这边你直接根据它的这个 跳出来的选项去确认你的邮箱 就确认你这个邮箱 你是不是就要去使用这个邮箱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的这个邮箱应该都会收到你 比如说你刚刚支付多少钱 这个订单信息都会有 然后下面呢 它会有第一步 第二第三第四步 这个第四步呢 是你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 其实第一步就是它已经在进行当中 就是它去帮你注册这个公司 然后第二步其实就是它这个帮你去获得这个银行 对它帮你去你可以去申请它这个银行 其实它这个mercy呢 当你去申请的时候呢 它会生成一个公司的这个账号给到你 然后呢 它这个公司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账户里面去冲钱 冲完钱之后呢 它可以就是在它的这个系统里面可以去创建很多的这个虚拟卡 这个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功能 就是你可以去同时创建非常多虚拟卡 对主要就是这个功能 你可以选择考虑用户的不用啊 下面一个就是你这个一些文件的下载 然后最后一部就是这个EIN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会看到有一些额外的信息 你需要去添加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它需要对你的这个公司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比如说你这个公司有多少人 然后你这个法人的基本信息 你的邮箱 这些你都要去填写一下 比如说你的这个家庭住址 然后你公司的这些简单的一种一些描述 你就跟着它这个就是这个一步一步走就行了 然后包括你的这个地址 就是也是一些基本的信息 你给你自己去根据需求去提供 到最后这边你确认一下这些是你的基本信息 你就直接点击确认就可以了 然后这时候呢 其实你回到后台的时候 它现在还是在提醒你就是第一个第一步这边 其实你就是它正在进行当中 正在进行当中呢 它上面也会有一个时间给到你 其实如果它这边都完成了之后 你的邮箱应该也会立马收到邮件回复的 对然后还有就是对于它这个EIN的这个申请 就是它这个EIN申请呢 如果你有这个ITIN或者有那个S或者有这个SSN的话 你这个EIN申请会非常快 但是如果都没有的话时间就会比较长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 其实你可以对这个后台有做一些基本的这个了解 然后包括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business address 就是有一个商业地址和一个digital的这个mailbox 其实这个呢 你就是你可以去租赁它一个商业地址 比如说你要去接收它这个ZIN的这个文件 它这个是你可以租赁一个月 然后也可以租赁比如说两个月三个月 这个是根据你的需求 你比如说你就要临时用一个月 那你就定一个月 你第二个月直接取消就可以了 然后它这里面还有那个保险 对它这个里面还有些其他的这种内容 这个内容你如果再使用不到 就先不要去使用 那其实你可以在这个后台去看到 它这个申请的这个时间大约要多久 但是呢 它一般写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它实际注册下来的时间会比它写的会更快一点 对 然后这边就是 这个就是它 你还是回到了它那个business address 就是地址 地址你自己考虑 你可以租赁一个月 后面不要的话就不要了 你就暂时 比如说有时候你可能会需要这个地址的 因为有时候你需要去接收一些文件啊 比如说你要申请一些东西的时候 这个地址是需要的 我后面会考虑去订购一个月 但是我后面暂时不需要这个地址 因为市面上也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地址的这种服务 如果你觉得这个比较贵呢 你可以先不考虑 这些都是可以的 然后今天这期视频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我们也会尽快回复你 那今天这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就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